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权报局》。 又是我Marco 和大家介绍今个星期的期权策略。 今天市场下跌了一些,我自己来说,今早前我倾向市场上星期五的低位,大约两万三千八左右。 大约这些位,我原本就倾向有些支持。 我说今早早,我自己原本都是想着市场短期来说,区间波动。 区间波动的意思是,上星期五个低位,有些支持两万三千八, 在两万三千八至到大约两万五千以上的徘徊。 我原本是这样想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联储局在担心美国爆发肺炎第二波。 这是第一个因素。 而且在担心美国经济的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令上星期美股插得很厉害。 跟着香港的股市来说,上星期五,虽然是美国股市插得那么厉害。 现在插了一千八点。 但明显看到大约是两万三千八左右出现一个支持。 在上星期五,就看到两万三千八左右这些低位, 就很明显看到有些买盘吸纳,使市场夹得夹上去。 所以今早,这就是我原本就想着到两万三千八左右有些支持。 但问题就是,今天,市场插穿了上星期五的阳烛低位。 不是一件好事 最重要的就是不單止跌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還要是陰足收市跌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還要是今早早的情況來講 都是在升上去的 未踏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但它是先升後到跌 再踏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還要是陰足收市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來說 就不是太好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來說 我會談的是什麼 首先 一向都這樣說 我自己就不看好疫情的發展 始終這個情況沒有疫苗 正式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肺炎是一個持久戰 令到市場 如果你純粹講一個整體大市的情況下 就會令到市場上升空間相對性比較有限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純粹講止租的 我一向都不建議高追的 因為就是擔心疫情 會變成一個持久戰的問題 當疫情變成一個持久戰的問題來講 經濟內不內 市場上升到這樣 就自然地會有些不太好的消息出現 就說擔心經濟復租 有一段時間還沒搞定 接著就拖累市跌 我預料到的 但同時間地 在這個情況來講 因為始終市場上 經濟經理都要買些貨 它還可能避免受疫情 甚至受疫情影響的股票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一些新經濟的板塊 或者是一些物管股 醫療器械股 這些我都很喜歡 這些板塊只會強者越強 當然的情況就是 前一期 尤其是上個禮拜頭 市夾上去的時候 炒一些舊經濟的股 我會覺得大方向就是 貿易戰和疫情這件事 有時間搞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舊經濟板塊 最多只會炒落後 但就很難造就到 一個叫做持續向上的聲勢 所以我就會傾向 情況就是 有錢的 後機會都是要繼續買些 強者越強的股票 剛才我說了 什麼叫強者越強 新經濟股 物業管理 內地的物業管理股 醫療器械 這些我都很喜歡 所以現在的市 大市 我剛才說過 今天插穿了 上星期五低位 不是那麼好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就算你不主動去做淡 也好 怎樣都應該 去對沖自己的瘡位 風險 同時間 對沖自己的瘡位 如果你要我主動去做淡 我又不是很夠淡 我純粹 做long put 的情況 我是對沖 不是主動做淡 反而我會傾向去 short put 用有接貨的錢 去 short put 一些強勢股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簡單來說 short put 強勢股 long put 大市對沖 我傾向會這樣做 你強勢估計 股票期權 不同 玩正股股票 譬如醫療器械 物業股那些 你可以買的 但是你玩股票期權 相對來說 選擇少了 而股票期權之中 你可以玩的股票 是保持著很強的 我經常說的 其中一個我比較喜歡的就是美團 但問題就是 當你擔心大市 短期有向下跌的風險 的情況下 這類型股票 我又不敢立刻高追 而事實上 我那時候和大家說 基本上我 就take profit 的情況下 美團 就在我take profit 的位附近 都是徘徊的狀況 你說拉長預計 我覺得它還有上升的空間 但是短期來說 它可能在這裡 先看看 還是一段時間才會再爆發 也不足為奇 亦都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我無緣無故去long call 去看升美團 我就不願意 因為如果你要做long call 你是要抓它爆發時機去做long call 否則市場在那裡 你會說時間值 所以你要long call 美團做好 我就不願意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些股票 如果你有做對沖的話 如果你有做對沖的話 我覺得 我當然是繼續看好 可以混合它一回調的情況下 去做一些short pull 所以我的策略很簡單 剛才說 short pull 強勢股 long pull 大市對沖風甜 short pull 強勢股 然後我就選擇這隻 我經常說的3690美團給大家 如果是short的話 你今天都6月15日 去到6月中的時候 你不會short即月的 short的話是short下月 7月份的美團的期權 我自己而言就是short等價期權 就是short pull 那個錢 你不是想再穩陣一點 你便short下一個行使價 都可以 但不要short今個月 short 7月 重點就是你 short pull 那個錢 不是看香港價錢 你是short那些錢 是預算有足夠的銀牌 去接貨 去接美團 去買入這隻相關的股票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可以short的 但short這隻美團之餘 我再強調 市場跌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雖然我不加主動做淡 但我傾向對沖風險 所以在short pull 美團的情況下 我會傾向long pull 恆生指數的期權對沖風險 你long pull 的話 你主動做淡 和你做對沖是不同的 你主動做淡的情況下 你希望這張long pull 真的可以為你帶來營利 所以通常行駛的選擇 你不會無緣無故選擇路遠 一般我經常都說 最基本上 我當你沒有任何分析的情況下 月中這些位置 通常你都是選擇大約價外 四百至六百點 暗常這些位置 你不會選擇太遠 四百至六百 但是如果你跟我說 我現在不是主動做淡 你是做對沖 對沖 你當作買保險的性質 那筆錢 輸了你不會用通的 買保險 等於你去旅行 買保險 萬一你去旅行出了什麼意外 就是你那張旅遊報 就可以發揮的作用 一樣道理 你long pull 恆生指數 我今次不是想著 扣過long pull 恆生指數 期權的人錢 我最主要是希望扣過 short pull 美團的人錢 但long pull 我是拿來買保險的 所以如果你買保險的情況下 可能銀馬不會買得太大 但問題是 如果你選擇 long pull 行使價選擇得太近 期權金錢 自然便會貴 所以我會選擇 long pull 行使價不會選擇太近 至少我會選擇 價外的六百點 恆生指數 甚至上價外的六百點 恆生指數 去做對沖的成效 如果你long pull 剛才所說 價格是六百至八百 看你自己怎樣選擇 剛才美團 short put short 下一個月 七月份 但這個long pull 我是擔心短期過市 又向下跌的風險 所以long pull 我就不會是long 七月 long六月份 輸了不會痛 當保險去玩 我的心會好些 即short put short 美團的時候 那些人偏會好些 所以簡單地說 今個禮拜 我最主要建議的策略 是short put 3690美團 等價期權 short 七月 跟手就long pull 即月 即六月份 恆生指數期權 long pull 就是long pull 價外大約六百至八百點 希望做到這個效果 持た強 對沖自己倉底 同時間做這項事 通常有些求職員會問 問阿威,你說今天對穿上星期五的低位,會向下跌到多少呢? 很難說,正如看市場對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今天第一日欣足收市對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如果再跌穿上星期五的低位,其市場對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市場對穿上星期五的低位,市場對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如果再跌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但問題是,你始終不是在偏高的位置做淡, 所以就算再跌穿上星期五的低位, 主動性的做淡,性算就低了, 就算真的要做,也要細注碼一點, 我會經歷是這樣, 所以我暫時來說,我不會無緣無故建議大家主動性去做淡, 反而是short put 美團, 同時間做long put 對穿就會比較理想一點, short put 美團,long put 做對穿得來, 如果再插下去的情況下來說, 因為覺得美團的下跌空間有限, 而且遲早都會升上星期, 如果真的插下去, long put 對穿了自己的倉位, 我反而會再吸收多一點美團, 我會這樣做多一點, 最主要跟大家分析, 先分析這麽多, 今個星期三, 窩囊行政節目再跟大家見面, 今天跟大家說了很多, 多謝大家支持,再見, 拜拜, 拜拜,